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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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爆紅臨金就是做共產主義接班人 就是後面那句話是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有各種不同文化差異 但無論如何就是時間是不是快到了 28分 我們再等一下 對 然後剛剛龍泉市也是 那大陸編程 我就講一個小故事吧 我上週在東莞 然後因為我現在常住在大陸 就是我是在那個華為公司工作 然後我們的華為公司上週 不是搞了一個開發者大會嗎 然後除了大會之外 我們也有那種CodeLab 就是邀請各種開發者來用 來開發華為 用華為產品來做開發 結果現場就來了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結果他是剛好 剛好是小學六年級生國中的暑假 然後他也來 然後我就發覺說原來 就好想他是2006年出生了 然後已經在編程 我仔細看了一下他還真的會編程 就是說不是那種來玩玩的那種人 那我就很訝異說大陸這種地方 還會有這種人 是因為其實就是人多嘛 人多總是你可以找得到很厲害的人 也可以找到很爛的人 就是說人多就是diversity diversity會很多啊 那後來我回來就跟很多人聊 昨天晚上我找到Sikon的創始人啊 還有就學生計算紀念會的人聊 他說有啊我們Sikon也有那個小學生初中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是不是自己要被推在沙灘上了 要死掉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就隨便聊一聊啊 那還有一分鐘 你們要聊些什麼 你就自我介紹好了 這OK吧 對你先自我介紹 這個聲音夠不夠響 夠夠夠 OK 聲音夠響就可以了 你拿近一點 我測試一下網速 因為待會可能會用到 OK 我這個主題就沒有剛才李輝同學那麼有趣 就是比較比較學術一點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標準規範的東西 我先調查一下吧 有多少就是會做web前端的 frontend的 OK還是蠻多 還是蠻多 然後比如說angular的有多少 OK view1呢 view view還是多一點 react呢 就和大陸可能情況差不太多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view1做的中文文檔比較好 做的中文社區比較好 所以在台灣也比較受歡迎 這是很高興的一點 然後這次我們要做的這個web組件標準呢 實際上我剛才在下面 在下面聽那個view1的台灣組織者 他去這個跟跟他簡單的聊了一下 就是web標準怎麼去實踐 那我是在這裡做了應該是快兩年了 快兩年一直關注這個web組件的標準發展 然後現在web組件呢 是候選發布版CR階段 然後基本上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會變成正式的標準 這樣的話我們這麼多年的努力 這個最終會有一個在所有流感器上都支持的一個結果 所以今天今天來給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標準的眼鏡 因為目前我在很多國內啊或者說國際上的一些演講 也都沒有看到這方面的東西就比較少 所以我就自己搗鼓了一下 然後算是做一個先行者吧 也可能是先烈 就給大家分享一下 OK 簡單過一下 我是JS全戰開發者 然後我自己有很多開研項目 然後也參與過JQuery和Bubble相關的這個貢獻 然後現在就在做FrequentCamp成都社區的負責人 然後也在開研社開發官網 然後也是近兩年的微軟MVP 因為微軟確實很開放 所以就開完很多人都可以成為MVP OK web組件是什麼呢 那因為web其實就很簡單 HTML、CSS、JS就是一個網頁 那其實web組件就是把網頁當中的一塊拿出來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可移植的模塊 就變成了web組件 其實這就是它的一個基本的邏輯和概念 那我們先看一下web組件 它是一個發展史 我們最早做隔離的時候用的是 比如說可能知道frameset和iframe 可能都是暴露年齡的這個同學 知道HTC 不是台灣的HTC 是HTML component 這個IE的專有技術的同學 可能也是上了年級的人 比如像我 那他們都是這個怎麼講 是一個很重或者說很煩的一個技術 來實現這個網頁的隔離 那到後面JQuery 大家都會知道寫個JQuery插件 然後就可以變成一個類似於組件的東西 裡面可以包任何的東西 再複雜也無所謂 反正暴露給JQuery的一個原型方法 然後它就能在你選取的一個element上面去實現一個複雜的東西 那近代呢 你比如說react react的這種 這個 直接是 js 寫render方法來寫一個組件 已經進化到class 這樣的一個 時代了 但是它還是要基於 就是你即使沒有用react這個名字 你這個文件 你這個 對 你這個文件你還要寫這個react 是因為它要做很多 用bubble做一些魔術化的一些處理 那所以它有哪些問題呢 比如說我們的iframe iframe它實際上就是一個 嵌在一個網頁裡的另一個網頁 然後它有完整的window啊 document啊 它是一個很重的一個 一個 另一個進程 應該說另一個 進程或者線程 那它的隔離性雖然非常好 但是呢 它的運行時是很重的 比如說IE打開幾個iframe之後 就會卡呀 怎麼樣的 然後 易用性比較好的 比如說jQuery 寫起來很簡單 那jQuery 就一個插件的方法 就可以用的 但是呢 它的工程化是做得很差的 我去 我可能去網上找一個插件的代碼來 然後直接 這個解壓 複製粘貼 然後 這個 用起來就很原始 那比如說react 或者vue 它雖然實用性很強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webpack 或者說 puzzle 對 puzzle 這樣的工具鏈 非常的重 特別是webpack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梗 就是大陸有個梗 就是大陸有個梗叫 我們需要webpack配置工程師 沒有沒有這個 反正大陸是這個梗是玩了很久 就是 這個大家上手一個項目 可能在jQuery時代我直接寫HTML就可以了 但是在這個react時代 vue時代 我的整個webpack 我可能配置要配置很久 然後還可能出很多奇怪的問題 然後 然後 就變成了這個google 然後stack overflow 是吧 就 就只能依賴於他們來開發 那web組件標準呢 就是盡可能的去解決前面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而且呢 就 不需要 不需要我 一大堆奇蹟引巧 一大堆這個基礎設施 我就可以流感器 直接去支持一個隔離性很好的東西 那這個網址也很簡單 在webcomponents.org 那它 它實際上是一個標準集 它分佈在 這麼四個標準裡面 就是你想做webcomponents開發你 你需要這四樣東西 這個 這全都是 除了ES6 我們現在已經 已經發布了以外 上面呢 都是候選發布的階段 HTML5.3 DOM4.1 還有 這個 CSS的 變量的 這個第一版 它的主要目標呢 就是來提供一個運行時的 輕量級隔離環境 我為什麼三個詞用了空格 空開 是因為 運行時 這個是很不同於react 或者說vue 或者說angular的 一個顯著的特征 因為這些 它都要很依賴編譯的工具鏈 編譯的環境 很依賴webpack 去事先的把它編譯成一種 直接能在流眼器裡運行的東西 然後呢 輕量級呢就是因為它是流眼器自己提供的 然後隔離呢也是因為流眼器可以從 從這個 比如說我用C++寫的這個 Chrome的引擎 或者說我用rust寫的firefox的引擎 它從編譯語言的層面提供這樣的一個隔離的環境 再一個就是框架無關的 我們接口 其實 我們雖然現在大家用vue啊 用react angular 大家覺得 單用某一個框架開發起來很爽 但是當 當如果 比如說你的一個組件庫 你的一個react的一個組件庫 沒有比如說一個很fancy的一個輸入框 但是好像vue有一個組件庫有這個輸入框 你想把它借用過來 這個時候 當兩種引擎 甚至兩種以上的引擎混在一起的時候 這就是痛苦的開始 而且包括southworks 大家應該知道southworks公司 southworks公司 在近幾年提了一個叫v前端的概念 就是v服務的一個前端版 那要實現真正的v前端 如果我們 我們是用不同的框架開發了各種 比如說我們一個app 一個webapp裡面不同的部分的話 不同的頁面 那如果你是直接硬生生的把它拼在一起的話 這個三個框架之間打架會打得很厲害 因為它相互之間他們的 雖然他們的思想基本一致 都是數據驅動數據為中心的組件的框架 但是它的實現是截然不同的 那他們相互之間怎麼交互 是很困難的 那web component要做這樣的一個標準 它是框架無關的一個這個dome的一個標準的接口 文檔對象模型的一個接口 OK 大家可以先來看一下 先 show me your code 我還是把它先放大一下 看起來 Vue的同學可能會看起來比較親切一點 就是一個template template裡面 當然這個style Vue是放在外面的 那template裡面有一個style 它直接是一個sculpt的一個style 然後寫你的template的結構 然後呢 這所有的代碼都是在body裡面的 在body裡面所以我可以簡寫 然後大家看它的script的部分 script的部分呢 我這裡展示的是最原生的API 沒有用任何框架 可以直接在最新的軟件器裡去運行的 那我們 從文檔裡面找到了這個template之後呢 然後我們聲明一個class 這個class呢 它繼承自html element 那這個地方大家會看到 它繼承自html element 那所以它就是一個原生 原生的一個html元素的一個子類 然後是你自己去定義自己去實現的 然後super調用一下之後 然後呢這裡有一個叫attach shadow attach shadow呢其實是chrome最早開始使用的 就比如說我們複雜的video標籤 video標籤 還有複雜的這些比如說日期組件 那chrome內部實現的時候 都是用的這個叫shadowdom 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等於是在我整個的document的結構裡面 我加了一個影子dom 這個dom呢是你直接比如說我用document.query selector 我是查不到的 那它是一個怎麼比喻呢 比如說Dola A夢大家都看過吧 可能又是暴露年齡的 看過機器貓叮噹貓Dola A夢的同學 就知道這個Dola A夢有個東西叫四維空間帶 那這個shadowdom其實就有點像四維空間帶 就是說它不是在我們通常的空間裡面 它是一個獨立的一個世界 你可以認為是平行宇宙 那我們建立了這樣一個平行宇宙之後呢 我們把我們的template裡面的東西 因為它是個template 所以我現在要克隆一下 然後把它所有的內容呢 塞到這個平行宇宙裡面去 這是我的構造函數 那我最終呢註冊一下 全局註冊一下 註冊一下我自己的這個組件 那vue和angular大家會感覺很熟悉 看起來非常熟悉 包括slot也是vue抄的這個webcomponents 那這樣它就變成了一個 瀏覽器識別的一個組件 那當你比如說你選擇到了這個mycomponent之後 之後你去看它的構造函數 或者說它的class的名字 就會指向你的mycomponents 而不是指向原來的比如說htmElement 那實際上大家可以這麼理解 是瀏覽器把自己構造複雜元素的能力 給開放了出來給暴露了出來 這就是webcomponents 比如說比如說我等一下先給大家看一下result 然後大家會看到我上面有個he 然後下面裡面也有he 但是我的style只應用在了裡面 包括我的slot也會這個把hello world word替換成webcomponents 那這個就隔離性非常的好 寫起來非常舒服非常簡單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這個components Chrome本身的處理 那我們先看一下樣式 那樣式因為它是很隔離的 大家會看到它的style是非常非常的隔離 外面是外面影響不到裡面 裡面也影響不到外面 那我們怎麼這個進行比如說覆蓋或定制呢 那這其實是另一個子標準的東西 那大家會看到有兩種東西 那先看下面下面 下面這一塊是寫在template裡面的 template裡面的style裡面的 多了一個新的這個 呃委元素的選擇器叫host 它指向了你的自定義的這個custom element本身 那那它還有兩個 兩個另外的寫法就是加括號的意思 括號後面是一個這個選擇器 就是說當我的這個自定義元素 有這個class的時候 我應用某樣式 或者說當我的自定義元素 處於它的副級元素裡面 或者祖先元素裡面 有這個class的時候 我會應用這個樣式 那這是批量去修改樣式 當然還有slot委類去 去把slot插件的東西進行改變 那細力度的控制呢 是上面 大家會看到前面有兩個英文簡號 兩個dash的符號 那這個叫自定義的這個屬性 custom properties 或者說叫css variable 那你自定義一個名字 然後呢 裡面用一個word的變量去取它 去引用它 那這是細力度的控制 OK生命周期呢 可能寫 寫angular 或者寫react的同學 會比較熟悉 那這些都是google的文檔上面 直接抄過來的 有這個 比如說connected的callback 相當於這個vue的mounted 或者說react component date的mounted 其實這些都是和 應該說web components 是所有的框架 社區的開發者 把他的這個經驗 最終在github的issues上 炒了幾年之後 沉澱下來的東西 那現在w3c 是完全在這個github的 這個倉庫裡面去做標準 OK 那還有一種寫法呢 就更牛逼的寫法 就是說 我可以把我原生的 某一種具體的element 把它給我們叫重載 或叫重置 就有點像面向對象的這個 比如說重載一樣 那我可以重新定義它是 什麼樣的一個行為 OK 那有一種模式 其實這種模式呢 並不是 並不是說 在web components當中 才可以用的 那其實是在任何的 比如說react vue等各種框架下面 其實都適用的一種 基本的模式 就是叫 不要接管一切 那這種 這種建議 這種建議為什麼這麼講呢 是因為 當你把你很fancy的東西 包到你的組件裡面的時候 你就變成了一個完全的黑核 一個是外面不容易定制 再一個是外面 不知道裡面發生了什麼 如果出現什麼問題的話 它很難知道它發生了什麼 那大家看到我這裡的注釋的意思是 說這個shed root下面的東西 也就是說實際上大家可以認為 在真實的道路上 你是看不到裡面的 shed root裡面的東西的 只是因為 剛才我說過 這個web components 是一個運行時的標準 它沒有一個 這個叫編譯時 或者說叫 在HTML這種語法上面的一個靜態的表示 它沒有 就是我可以單獨表示 shed root裡面的東西 我也可以單獨表示 我的主文檔裡面的東西 但是我目前這個標準裡面 沒有一種表示 就是說這兩者怎麼聯繫 是完全沒有的 當然雖然Github上這些大牛們也在探討 比如說這個叫web components 怎麼支持服務端渲染 就SSR server render 但是目前還是沒有一個結果的 所以目前大家可以認為 它就是一個完全的運行時的標準 你先不要指望它可以進行服務端渲染 OK 那什麼樣是更好的方式呢 實際上這種方式呢 就是HTML的這個基本的原則 設計原則 可能也是暴露年齡的話題吧 就是說如果看一些比較早期的 教你學網頁製作的一些書 裡面有一個重要的概念 叫漸進增強優雅降級 或者說大家舉一下手 誰見過這個概念 不是很多 對可能新學前端的同學 可能根本不知道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是在 是在切圖仔頁面仔的那個年代 就在強調的 要符合HTML標準的這個東西 那 那這兩種模式呢 是我們提倡的模式 因為 因為weaver components它的隔離性更強 所以比如說 如果我們用剛才那種方式的話 你在外面根本找不到這個button 或者說你做一個增長的input的時候 外面你根本找不到那個input 如果你要去做一個表單的話 那表單的提交是空 它找不到這個input 雖然用戶可以跟這個input交互 你也可以拿到input的數據 那所以呢 你需要把fancy的東西給包裹起來 包裹在外面去修飾它 或者是說把它增強 把原有的東西增強 這樣在原文檔上它的語意就是非常明確的 而且特別是在比如說我們需要屏幕閱讀器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要給視障人士去看一篇網頁的時候 如果我們全都是字印的標籤 那閱讀器根本不知道它們是幹什麼的 就只能去讀一些純文字 但是如果你保留了html原有的這些標籤 保留在外面的話 那屏幕閱讀器就會讀出來 然後那些fancy的東西是給我們視覺沒有問題的普通人看的 所以實際上組件是增強我們的體驗交互 而不是這個包管一切 OK 那兼容性大家可以自己去看iuse上面去查一下 但是呢有Polyfill的補丁呢 可以IE11級以上就可以了 因為現在新起的項目也不需要什麼IE11級 10IE8IE9IE6 OK 但是它有一些工程上的問題 你比如說我們平常在做前段頁面開發的時候 比如說我需要數據綁定 模板渲染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需求 那這不是web components給你解決的東西 因為剛才我在前面列的主要目標兩點裡面 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那資源打包也是沒有的 比如說你的外置的一大篇的 比如說一個css文件怎麼打包 這也不是它解決的問題 那路由怎麼定義更沒有 router他不會管 那狀態管理呢 那就更不是他要關心的問題了 那這些東西怎麼解決呢 那我呢就做了一些嘗試 就完全用web components的東西來寫 其實我不是這個第一人 其實最早的是Google的polymer團隊 而且最早的這套標準 目前大家看到的這套標準 也是Googlepolymer團隊推出來的 它可以說是angular的兄弟團隊 OK 那但是我是覺得無論是polymer還是angular還是react等等 我覺得它們還太重了 而且我們要學習的東西太多 就是標準之外它發明了很多新的東西 我們要學習太重了 那所以我希望盡可能的簡單 雖然就是說我們現在流眼器 Chrome已經非常非常強大了 我們可以什麼都做 但是我覺得 外部一開始的設計就是很簡單 很簡潔的東西 我們希望它盡可能的簡單 就是它的起步是可以很簡單的 但是它可以很強大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嘗試 比如說template 我在vue的基礎上實際上是 或者說不能叫在vue的基礎上 是跟vue長得有點像 但是實際上我盡可能的把它簡化 大家看到就是說 我幾乎沒有像vue發明什麼v-if v-for 什麼v-else 然後v-這個v-那個 全沒有 基本上就是大家會看到 這是一個合法的完全的 HTML5的一個代碼 你不需要學習HTML5之外的東西 那比如說大家會看到 Dollar花呼號 這個是ES6的模板自負串的寫法 那裡面呢 這個是正常的JS表達式 那最終複值的全都是text或者說屬性 那這樣呢你寫起來你就不需要學習一些新的東西 我不需要學習一個什麼PEG或者說EGS這些語法 不需要 然後呢還有一個東西呢 那大家看到data-view data-view 這樣一個語法是HTML的自定義屬性 HTML5的自定義屬性的標準的語法 那 那這裡面的一個key呢 它對應的是一個數據的一個子件 一個key 那下面的這個template呢 是它的子式圖的一個模板 那大家會看到這個是個UL 是一個無序列表 也就是說它是羅列一些沒有序列的東西 那OL呢是有1234 那實際上大家會看到 UL可以對應一個object 而OL可以對應一個array 一個數組 但是我都用了同樣一種語法 data-view 那實際上大家想一想 我如果是一個object的話 我只是展示一份數據 如果我是一個array的話 實際上是array裡面有多個object 要展示多次 實際上對渲染者而言 它是實質是一樣的 就是說一個object是一個array的特例 就是說數組當中只有一個object 或者說一個array是object的一個推廣 它是有多份object 所以實際上我是可以用同樣一種思維模式 去實現這兩種不同的渲染 OK 那所以大家會看到 我的一個object對應的 一個object對應會渲染出來的一份數據 然後我的array對應會渲染出一個列表 那大家看一下js 那js這個原始的數據 大家會看到profile是一個object 而text是一個object array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把我們的json的這個數據結構 與這個我們界面上最基本的結構完全的一一對應 這樣的話實際上它從本質上也是一種叫functional的一種編程的模式 就是說完全是數據對應一個view 一份data對應一個view 這樣它的思維模式就盡可能的簡單 你不需要關心 你不需要關心說我這個地方是不是要if 我這個地方是不是要for 我這個地方是不是要else 不關心 當你的比如說這個text 我把它變成text等於none 那這個時候這個指示圖就沒有了 是因為我沒有數據 那它就相當於一個vif或者velse 那如果你把這個profile變成一個數組的話 變成一個array的話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多份 你結構也不需要改 你的html結構也不需要改 然後你的 你也不需要用什麼特殊的API去改它的類型 你完全是 變更數據就可以變更你的視圖 那你可以用盡可能簡潔的思維模式去 去應付不同的界面 盡可能少的學習東西 OK 那資源打包怎麼解決 那資源打包 資源打包 學過ES6的 用過ES6的 這個就非常非常簡單 其實跟webpack也差不多 那只不過是會比webpack 比如說做一些更多的轉換 都是import的東西 然後一條命令就可以解決打包 然後盡可能零配置 然後不要像webpack 我還需要一個專門的工程師給我寫配置 OK 然後那組件怎麼寫呢 組件我用了一個盡可能簡單的方式 有點像angular 但是angular的聲明其實還是有點複雜 那我也盡可能地簡化 簡化這種聲明 我不知道有沒有不認識這個 at開頭的這種寫法 就叫decorator 裝飾器 裝飾器的這種寫法 應該都認識 但是目前它還屬於一個激烈討論的語法 但是不會 就是在使用者不會有什麼大的變更 只是說我們開發者會有一些 就我們引擎開發者會有一些變更 那這種語法呢 因為angular已經用了很久了 大家可以直接用起來 所以你寫一個組件的時候 你就盡可能的不需要管 我在模板上要多做什麼樣的操作 比如說 webpack 我還會有什麼at click web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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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太記得那個語法 就是說 還有學習很多額外的東西 而對 比如說大家會看到這一塊 這兩個方法是 這個 叫event handler 事件回調的 事件回調的 這個兩個方法 那在react上面 你还需要自己去用箭头函数 去绑定this 然后再去在jsx里面去做这个绑定 那在这个websell里面呢 就直接用这种声明式的 就是装饰器 注解声明式的方式去写 学过query的同学 就觉得这个应该很熟悉 就是on一个事件 然后再有一个selector 一个选择器 然后就可以绑定一个事件回调 那这是 就是尽可能的也照顾到 开发者已有的一些习惯 比如说我需要 这个chill debounce一下 那也是一个声明式的写法 OK 然后扩展了一些 webcomponents的一些生命周期 因为webcomponents 缺少一些 因为他不管 他不管这个 不管数据绑定 也就他就不管渲染 那不管渲染的话 那他就不会有制图相关的 更新相关的这个 这个叫callback 那所以给他增强了一些 试图相关的callback 而且他还缺少一个 他虽然有slot 还有进去试点 但是他缺少一个全局的 我的组件上面的一个callback 我也做了一些增强 比如说实际上你可以把websell 看作一个叫webcomponents 加加 一个webcomponents 一个增强的东西 OK 那路由 路由这一块呢 路由我也尽可能的想把一些东西尽可能的简化 我不希望像reactor router那样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link 自定义的一个标签 或者说angular也有很多自定义的标签 其实我们本身我们把一个传统的网页 把它从一个多页面的网页 把它变成一个spa 一个单页面的东西 那它实际上只是 只是我们自己的引擎来代替浏览器 去切换页面 那但是它的链接其实没有 不应该有什么变化 而且没必要有什么变化 因为它的链接最终也会改变 也会反映在你的地址栏 那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自己发明东西 我们直接用A链接 A标签去写我们自己的路由 然后呢 你在哪里切换页面呢 你就自己写一个自定义的组件 那路由又回归到了 它又是组件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用组件的这种思维 去思考我们的这个web应用开发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 特别像view1的这个router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配置的对象 对不对 一个很大的 我需要用Jason的字面量去写 写很多 我要绑定哪个路由 然后这个路由对应的哪些components 然后它对应 比如说对应哪些叫hooker 这个我觉得声明起来很烦 你还要专门拿一个js文件 去声明这个 声明我们的所有的路由 然后与你的 与你的这个 比如说一个button 一个navigator相对应 然后你监听它的点击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利用 利用这个A标签来实现 原由我们 其实我们传统的切图仔的时候 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回归到html本身呢 那我们的逻辑怎么写呢 我们的路由逻辑怎么写呢 它其实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组件 那这个组件呢 大家又看到熟悉的写法 还是decorators 还是这个装饰器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有点像java对不对 java或者说sprintmvc喜欢 sprintboot喜欢这样 这样这个注解去 去声明这种东西 那 这种东西为什么java喜欢这么写 我觉得它也是有它的道理 就是因为它简洁清晰 那 我们的路由 我们的路由要做额外的处理吗 我们要做额外的处理 那我们就用类似于sprintmvc这样的写法 去声明我们要绑定 绑定哪一个路由 然后呢 我们返回它的 这个自定义的html就可以了 OK 那数据管理状态管理这一块呢 我没有做太多的东西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从我一个后端的库抽出来的一个 schema data schema相关的东西 那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可以用在websale上面 但是 但是目前可能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管理的方式 只是 只是我目前做的一个前后端通用的一个设计 它是一个声明data schema OK 那快速的体验呢 就是一条npm命令就可以实现的一个东西 就 它相当于create react app 去 一键生成我们的项目 OK 官方呢 我自己做了几个库 有基于material design的 然后 这个有基于github API的 大家可以去作为一个范例 然后未来有什么计划呢 未来就是 未来就是 我可能会迁移到type script上面去 type script现在确实非常的流行 然后确实对大团队的这个开发 这个很有帮助 而且也为了适配Mobile X的写法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Mobile X 我觉得Mobile X相对于Redux 或者Flux Vuex 可能是一种更好的 这个写状态管理的东西 我可以嵌套路由 然后还有工具链这一块 我希望有更 轻量级的工具链 比WiFi更好的东西 而且支持Puzzle会 会更好的支持在线的这个体验环境 就Playground OK竞争对手呢 目前有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亲儿子 Google Polymer 然后另一个呢 是腾讯 大陆的腾讯公司 有一个程序员做了一个东西 它是JSX那种react的写法 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写法 当然有更多的竞争对手 说明WebComponents 被更多的人认知 被更多的人认可 这个我希望有更多的竞争对手 OK那最后呢 这是我找朋友设计的一个logo WebSale的一个logo 然后这 这是WebSale的官方网站 其实很简单 web-sale.dev 大家有更进一步的想知道的东西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网站 然后 对我今天还带来的一些 就是做的纪念的棒球帽 然后就是如果 如果想要的话 大家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比如说分享一下Facebook 或者Facebook 推特 然后我可以送给大家我的纪念品 或者说感兴趣的同学 大家可以扫一下 加一下Telegram群 今天有很多可能 很难深入地去讲太多的东西 时间也比较仓促 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可能讲的不是很好 希望大家有疑问的话 可以直接跟我在Telegram上交流 谢谢大家 还是问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可以举手 来 你先来 水哥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这个web-sale 这个社区发展状况 贡献者的状况 怎么 你需要招募贡献者吗 当然 我当然希望更多 你不要问看 在场有没有 有人觉得兴趣 进一步了解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 加Telegram群之后 我还是把那个 二维码放出来 那个二维码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有没有问题举手 有吗 请问请问 陈老师 刚刚我听不是很明白 就是你现在是那个 web-sale 是基于web-component的框架 那web-component又是一个 w3c的一个 目前是release candidate 后选发布 所以要接转 那你是开发了一个工具 然后可以把你web-sale的语法 把它转成 那个web-component 尽可能的简单 尽可能的不需要学新东西 然后能用新技术 这是我的设计目标 谢谢 有没有其他问题啊 好 要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掌声 最后谢谢水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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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